第116集 熬井叫 你想叫什么 李火旺看着面前这只咬着尾巴的土狗 养了几天 它依然是非常的消瘦 可至少它耳朵里那些细血的皮虫已经全取下来了 两只耳朵被咬烂了 看起来血乎乎的 哪怕吃了李火旺的疗伤丹药 也需要一段时间 蹲坐在地上的土狗 弯着脑袋疑惑的看着李火旺 警惕的看了看后 它低下头来 把那消瘦的脑袋 亲拟的拱到李火旺的手下 企图想让对方摸摸自己 李火旺轻轻的在它脑袋上拍了拍 眼中露出一丝笑意 前几天晚上的时候 它还以为这狗有问题 但是经过了幻觉的洗礼 李火旺发现自己想错了 如果它真的有异心 早就趁着自己陷入幻觉的时候下手了 暂时看起来 它就是一条狗 一条非常普通的狗 虽然还不知道 它是从哪儿跑来的 李火旺从包裹里 掏出一个馒头 扔了过去 那条土狗看着馒头 兴奋地扑上去撕摇起来 既然你这么喜欢吃馒头 那以后你就叫馒头吧 就这么非常草率地确定了这狗的名字 还不如叫大宾好听呢 馒头兴奋地跳了起来 似乎对李火旺的喊话有所反应 李火旺用那已经长出一点点指甲根的右手 轻抚着馒头颈部间的毛发 既然你跟我一样都无家可归 那你就跟着我吧 我身边有条狗也方便点 晚上的时候你可以帮我守夜 白天的时候也可以陪我说说话 犯病的时候 你虽说帮不上什么忙 可总比没有枪吧 当然了 我主要还是想试试 陷入幻觉中的我 会不会伤害到其他人 你就是第一个实验品 他说完 馒头也已经吃完了 他不断地舔着嘴巴 渴望地向着李火旺看来 估计你也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走吧 咱们回到了 李火旺再次在馒头的狗头上拍了拍 站了起来 看向远处的群山 那是他的目的地 跟狗接触时 短暂的轻松 瞬间消失了 联想到尼姑们说的那些关于熬井胶的信息 他表情逐渐变得阴郁起来 师太说 他们也许有办法解决弹阳子 可是他们同样危险 单看那大迁路就看得出来 这种非常被动的感觉很不好 可是李火旺现在却别无选择 要不试着相信他们 要不就等死 走吧 身穿红色道袍的道人带着一条黄狗向这远处的大山走去 所谓望山刨丝马 李火旺这一次确确实实的体会到了 带着狗走了整整两天 他们终于来到了山脚下 最后挡在他面前的是一座城镇 早已经死去的城镇 倒塌的房屋 一分为二的尸骨 还有被带灰的蜘蛛网盖住的一切 种种迹象表明 这镇子曾经经历过一场致命的劫难 看着路旁一位挡在小号窟窿面前的半截尸骨 李火旺的脸上露出强烈的厌恶 能干出图阵这种事情的人 简直是没人性到了极致 性子估计比带阳子还要恶劣 缓缓地从城镇中穿过 一个念头在李火旺的脑海中蹦出 不会 这都是熬锦架的人干的吧 他心中对这个还没有见面的教派 开始产生了变化 走了大半天 整个镇子十分凄凉 没有发现任何活人 地上唯一的活物就是墙角 那不知道在啃着什么东西的老鼠 看到带着狗的李火旺靠近 这些灰扑扑的大老鼠 慌张的跑得一干二净 人都死了 李火旺也做不了什么 他现在自身都难保 开始加快速度 迅速穿过这座死镇 从这让人倍感压抑的城镇中穿过 一条弯延的山间土路出现在李火旺的面前 山间小路如同一条长舌板 扭曲的向着山上爬去 这是附近唯一一条进山的小路 熬井叫应该就在这里面 低头看了一眼脚边吐舌头的馒头 李火旺对着他腹部倾踢了一脚 便开始爬山 看着山上稀松枯黄的树林 他心中逐渐开始警惕 谁也没有办法保证 对方在看到自己这个心诉后 会有什么反应 馒头忽然向着右侧的树林叫了起来 第一时间李火旺的手就安在了大千路上 嗖的一声 一只舌利迅速穿过山间小路 跑到了另外一侧 没等李火旺松一口气 他隐约看到 那舌利跑进去的林子里有什么东西 带着小心 李火旺缓缓缓地走了进去 几座倒塌的庙宇 呈现在李火旺的面前 李火旺小心地缓缓地走了进去 几座倒塌的庙宇 呈现在李火旺的面前 这就是熬井家的十字寺吗 他看着那庙宇上的标记 喃喃自语 那不是他过去看到的 任何一种十字架 这种十字更像是销售版的黑色幸运叶 并且状态还必须是磕死的那种样子 干别扭曲 看着眼前这杂草丛生的妙语 李火旺心中 顿时泛起不好的预感 如果说有什么是比熬井家见面直接袭击 更让李火旺难以接受的话 那就是他们已经被人给灭了 难道那城镇死掉的那么多人 并不是熬井家动的手 他们也受到了那东西的攻击 李火旺表情十分阴郁 带着狗继续回到路上 向前走着 这一次他把更多的注意力 集中在查看四周林子的隐蔽处 意料之中的事情 李火旺马上又发现一处十字寺据点 这一次他看到了熬井叫击败的神 只见供台之上一个大号的黑色十字上面 盘坐着一位浑身被火焰包裹的焦黑雕塑 雕塑非常的细节 无论是火焰的摇晃感 还是被烤得粘连的皮肉 烧得卷曲的头发 都用石头雕刻的栩栩如生 不过李火旺没有看到神仙的脑袋 因为脖子以上全碎了 他不安的想着 敖井叫到底惹了什么东西 敢跟安慈安的师太们不对付 并且还安然存活下来 这足以证明了敖井叫的实力 再加上李火旺已经了解大千路的威力 他真的很难想象 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 能毁掉敖井叫的十字寺 这时他突然间发现什么 用手擦掉供台下面的蜘蛛网 一行字出现在李火旺的面前 古神不死 世卫玄聘 玄聘之门是清天地根 有无混成 先天地生 他重新抬起头来 再次看向这尊十字架上 盘坐的无头神像 他就是古神 也讨厌